很多企业老板他们只是知道 就是公司赚钱是卖服务还是卖产品 其实公司最大的价值是在他的企业 他的企业的估值 一个老板都是要有 future value in mind 就是到最后可能老板第一 他是要raise funds 他是要集资的时候是卖股权吗 因为如果是借钱还不可以再继续借了 已经借得满了 有些企业家他是会想是要卖一些股权 通过private equity还是croft funding的方法 所以还要知道公司的value是多少 卖多少钱 然后第二当然是上市 还有第三是老板他当他是要退休 还是是要卖的时候 他也是要知道公司的价值是去到哪里 还有第四是如果这个公司 他是想用share去换 另外一间公司的 M&A的时候股份 所以他也是要知道他的公司 当时是值得多少钱 我们相信是以中为止 就是如果老板要五年后 这个公司是值得四五千万 这样老板是要现在就要开始做这些布局了 怎样把一些strategy 让到公司是可以值得这样多钱 这样当然赚钱是一个 公司如果是赚钱的 还是是show很大的growth potential 成长 这样investor才有兴趣要投资在你的公司 这些IT的公司 他的潜能性是大 so even though他是现在是亏钱 但是他赚钱的时候 他可以scale up很多 so我举一个比较extreme很好的例子 就是amazon amazon在2014年的时候是亏钱 437usdollar million losses 但是在2015年 他就profit了79个millionusdollar 因为tech的公司 他有那个能力可以scale up compact to我们的比较传统的行业 这个就是他差别 that's whytech的公司 现在是都是数一数二 in terms of valuation的 我们传统行业也是要往这样子的方向去处理的 就是很多传统行业 marketing也没有什么注重 还有sales也没有什么注重 然后自己的数据也没有什么database 也没有整理的非常好 这样这个是我们可以往这些tech公司去学习的 因为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布局 这样子的database 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甚至我每次讲的就是 连老板看账都没有去看 这样看账就是里面自己最重要的data 这样有账过后就知道 下一步要怎么样去处理了 但是只是我觉得很多中小企业 是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去布局 就好像我讲的sales marketing 就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忽略了 就变成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老板都在忙 老板都在忙着在operation那一块 但是其实老板应该要开始是请人放手 让其他人做这一块 老板要focus在布局 在我们的workshop的时候 在八月份 我们会有一百位会计师 就是协助老板们怎么样算自己的固执 因为很多老板他都很想知道 他固执是多少 只是他不懂找谁去问 所以他又觉得找块其实很贵 所以当天他们来上课的时候 我们有一百位就是专门教老板 还有协助老板怎么样算他自己的公司 现在的价值出来 其实从年头就有开始很多企业家 问我们几时再会举办这个工作坊 因为他们发觉很多他们周围的 上过我们朋友 他发觉他们了解了过后 他周围的朋友 还有很多是不了解这个share structure的 所以就变成他们一直同翻同样的问题 就是送股权 还是股权是平等的 这些都是很common的 mistake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案例 就导致公司成长不大 就很多他就问我们几时再会举办 所以变成我们现在是会举办一个升级版